多乐故事 学会谦让 爸爸和田田在看电视 看着看着就吵了起来 这个电视不好看 我要看动画片 不行 我还没有看完呢 可是等你看完了 我的动画片也要结束了呀 田田 你这样是很不礼貌的 不就不 我就要看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 你们两个这是在干什么呢 她跟我抢电视看 她跟我抢电视看 你们两个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谦让啊 可是谦让之后 动画片就看不成了 这样吧 现在开始看你们两个 谁有谦让的精神 下一周 电视就给谁看 这个主意好 我肯定能赢 那可不一定 我肯定比爸爸更加谦让 一会儿邻居叔叔要过来 你们两个要谦让一些哦 每一会儿邻居叔叔来到了田田的家 妈妈正在看着他们 叔叔 你这边坐吧 这边舒服 不不不 你还是来我这边坐 这边看电视比较舒服 我 我还是不坐了 叔叔叔 叔叔你吃大苹果 对对对 你吃草莓 草莓好吃 来吃草莓 嗯 你们这么谦让 我 哎太吓人了 我不吃了 我回去了 说完 邻居叔叔走了 这个时候 听到了田田和爸爸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我们肚子饿了 我们肚子饿了 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刚才吃过了吗 没有 为了把红烧肉给爸爸吃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到 我也是啊 啊 我的天哪 你们怎么会这样 田田和爸爸在桌前等着 妈妈把菜放到了桌子上 给 你们吃吧 现在别再谦让了 赶紧吃 爸爸你先吃 田田 还是你先吃 你先吃 不 爸爸 你先吃 现在我真的知道了 谦让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啊 是啊 现在我也体会到了 我们都别谦让了 我们一起吃吧 好的爸爸 终于可以吃饭了 我都快饿死了 哈哈 现在你们学会了 什么事谦让了吧 嗯嗯 妈妈 我们知道了 下次不会再抢东西了 那你们吃吧 不要着急 还有好多的菜呢 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 吃起了饭 leursrä peuvent Já 很不滿意 什么事谦